2022年1月24日 长沙邮局海关从入境邮件中 截获了两株灰黎包军 这种真菌会让水稻患上倒温病 引起水稻的大幅减产 威胁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安全 水稻是中国14亿人口最重要的主食 而我国的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就位于长沙 袁隆平先生生前在此工作 诞生了很多杂交水稻的明星品种和育种材料 因此长沙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粮食圣地 这种病军一旦入侵进来 会造成什么后果 真是让人不堪设想 这会是巧合一场吗 或者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有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正在打响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当然一味的阴谋论是不可取的 我们先来按照正常思维想一想 被扣在海关的 会不会是一个科研用的样本 这样一来 岂不是又有一个倒霉的研究员要论文延期了 事实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 科研用途的引进在入境时必须主动申报 并通过海关总署的特许审批许可 接受后续的监督 才可以从海关合法进入国内 接下来 我们再来认真读一读 长沙海关发布的新闻原文 对这种病菌所使用的词语是 截获 截获一词 说明其来自非正常的渠道 不具备合法性 如果是科研用 就算没有通过审批 也会使用退运 没收一类的字眼 新闻报道是很讲究准确的 作为国家机构的海关更是如此 也就是说 这种病菌的入境 没有经过报备和审批 因此 就算是用于科研 接收的研究员 也是一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那么 这会是外国发起的生物战吗 国际上对于生物武器的划分当中 的确有反农业战绩的存在 它的基本特征是 对人体无害 但却有着很长或很短的潜伏期 通常会有一个疫情背景 这样一来 就难以将它和自然爆发的疫情区别开来 在环境中的稳定性高 很难被根除 受影响的行业领域范围很大 后来人们在一战中发现生物战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战争 为了防止人类有一天把自己战完蛋了 在1925年的日内瓦协定书中 就将这类武器完全禁止了 但公约只是公约 只能监视到世界上的一定范围 如果有国家藏起来偷偷搞生物武器 并宣称是正常的机密研究 其实也是很难管到的 对此 我国央视还特别点名提出过批评 称某个国家具有全球最多 最不透明的生物军事化活动 在这里就不特别指出是哪一个国家了 阴谋论确实不可取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于这类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必须要知晓它的存在 目前国家已经找到了这种病原真菌的当事人 由于他无法提供合法的文件 长沙海关已经以非法引进植物病原微生物的理由 对其进行了依法拘留 而关于这个包裹的寄件人是谁 来自于哪里 根据最新调查 已经锁定是一个来自法国的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 和我国中科院享有合作 也就是说 这样的寄件很可能是科研人员之间 互相交流实验材料 但这种不报备 私自传播的做法 毫无疑问是不符合科研规范的 本次被海关查出来并不冤枉 长沙内部接收邮件的科研人员 也还是需要为此付出法律责任的 桂黎包君会使作物患上盗温病 严重时可引起水稻减产40%到50% 甚至颗粒无收 因此它也被叫做是水稻界的癌症 不仅如此 盗温病的病原菌是一种紫囊菌 感染性很强 不仅危害水稻 还能感染小麦裸麦大麦玉谷等等作物 感染了盗温病的作物叶片上 会出现黄绿色无光泽形似发霉的病斑 在雨天和大风天气下 这种病菌会迅速扩散到周围的作物之上 最终污染整块岛田 假设这种病原菌进入了中国境内 由于我国正值寒冷的冬天 它不会立刻爆发 而是会休眠在稻草和残株中 很难被人发现 等到来年天气回暖 它就会开始释放出分身孢子 附着在植物组织上 形成菌丝 之后再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它的繁殖只需要有适宜的温度和养分 在空气中就可以以气流传播 一个病斑一个晚上 就可产生上千颗孢子 对整片田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目前全球有85个国家 有稻温病发生 每年摧毁的水稻 超过了6000万人食用的量 相当于饥饿人口的约十分之一 可惜的是 多年以来 稻温病都一直无法被根治 虽然可以使用化学农药 但现在已经有部分灰力孢菌 出现了基因突变 进化出了耐药性 今后想要根除它 只会变得越来越麻烦 让人更加感叹的是 距离仲田人袁隆平先生过世 还不超过一年 就将这种病菌带入国内 只能说是齐心可诛 粮食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推动粮食发展是人类的英雄 相反 阻止人们吃饱饭 对历史倒行逆施 没有比这更加卑鄙 龌龊的行为了 这里也不得不感谢我国海关人员的火眼金睛 他们每天要面对繁多的入关物品 从中揪出各种千奇百怪的违禁品 做好核实登记和上报 这一侧 也正是海关人员及时的将这种病原菌拦了下来 才没有让他在我们国内的去向变得难以追踪 往严重的方向设想 也可以说他们阻止了中国的一次粮食危机 和束手边疆的士兵一样 海关人员也是我们国家当之无愧的英雄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今次是不报备的科研交流 下次是否就会是动争阁的阴谋呢 我们断然不可轻易放松警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